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营业额达5,004万令吉 年跌11.26% 不过净利上扬了26.26%至650万令吉 士霸龙刺激核心净利为230万令吉 按年下滑了13.3% 不过依然超越MIDF投资研究的预期 随着士霸龙表现超越预期 航家将2021以及2022财政年净利预测 调高至1,084万令吉以及1,322万令吉 调高目标价至1令吉03先维持综合评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